欢迎收听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请听第三百八十九集。 韩刚还在和黄的时候,燕达就被天子越次提拔为秦丰路副总管,只是因为资历不够而加了一个全发浅的前缀。 如今几年过去,在京中和环境路绕了一圈之后,就又升了一击,的确只要加个拳子就够了。 这一辈的将领中,天子最看重的就是他,日后必是稳稳的一个太尉,这都是运输,强求不来。 而且他出身经营,天子怎么都会高看他一眼。 王芳摇头感叹了一番,至于捧日天舞四乡都指挥时,依序应该是从恶,他的龙神位四乡都指挥时也还没有移给他人呢。 西贼国是日处,但军备有存,从恶要想得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不过此战要重夺罗兀成倒是不难,只要罗兀成拿下来,从恶肯定是要升上一级了。 接张玉的班,没人能说不是,只是他身上的龙神四乡也是暗序接任吗? 那这就不清楚了,不过我看天子的想法,应该不会在循序而尽,很可能会越次提拔。 王芳身为天子进尘,耳目比起韩刚要灵通得多,察言观色的条件也比韩刚优越。 那会是谁呢? 韩刚给王芳和自己又倒了一杯酒,随口问道。 哼,我怎么可能猜到呢? 王芳摇了摇头。 说真的,若只以军功论,高尊玉和苗寿都是有可能的,在靖元的张守约也不是没有希望。 至于河北京营,倒是算了,没人有足够的功勋,如今天子挑选管军,也已是以军功为上,不复旧日的寻资论备,不论谁上来,对军中都是好事啊。 说这些也是太多了。 韩刚笑了笑,不如喝酒。 为数仅有十数的三崖管军,是大宋军方的最高将领,都是起居八座的太尉、殿前寺、侍卫马军寺、侍卫布军司的正副都指挥使和都于侯。 再加上彭日、天武、龙卫、神卫、上四军的两个四乡都指挥使,总共是十一个位置。 书密掌兵级、虎符、三崖管诸军各有分野,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捅其重,兵重利于三崖而不得专其制。 郭奎当年做了殿前都于侯后,转为同谦书书密院士,就再也不能回去担任三崖管军了,所以王方韩刚也不提他的名字。 小史臣、大史臣、公院诸史,这是中低层的将校,最高的是正七品的皇城史,再往上入了横班,就是军中的高层,只有三十个名额。 而过了横班,要坐上节度史、观察史,最低也要是正五品的正任次史,才能有资格当上三崖管军。 而且三崖管军的十一个职位还要被皇亲国戚和前耻旧臣分去至少三分之一,真正能落到领军统帅手上的最多也就是七八个位置,争夺之激烈,可想而知。 只是对于横刚和王方来说,三崖管军的人选为谁,实在离得他们太远,只能算是谈资而已。 从横刚的角度,与他有着交情的高尊玉、苗寿和张守约都有希望入三崖,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与张玉入崖一样值得庆贺,但也只是庆贺而已。 王方与横刚又喝了两杯,忽然想起了什么。 哦,对了,还有件事忘了说。 广西今日急报,永州有变。 永州有变? 横刚看着王方的神情不见半分紧张,反倒带了几分细虐,心知定然并非他曾经几次提到过的那一桩事。 是何事啊?他问道,蛮贼聚众,劫掠古万寨,就在九月十五的时候。 古万寨? 韩刚并不在书密院中做事,没有资格看到地图沙盘。 古万寨住在哪里都不清楚,只是看王方的态度,好像这一次的事情并不是很严重。 哦,就是永州南面一点的城寨,因为当着路口,又在左水北侧,商旅往来,城寨周围户口众多,所以一向算得上是大寨。 附属在当地也是有些名气,所以引得蛮贼寇城。 这就是苏简三番四次上书说的南方情势威夷,急待庙堂垂顾,王方哈哈大笑一番,揶揄着韩刚。 韩刚皱着眉头,却是难以释怀。 虽然他与苏简只是庶面之远,但也能看得出他并非信口开河之辈。 区区土蛮,怎么能让他的警报接连频传呢? 看到韩刚心里还有疑惑,王方笑道, 玉坤,你可知道交职李谦德今日意有表志,表忠请罪,说道,心有监阻,不予通合博买,未敢发人上京供奉。 这是在告贵州留仪的预状呢? 李谦德尚在右冲,其母听政,主少国仪,可能会北范吗? 西北两处,太后领军出战的事可不少见,只是韩刚也不觉得交纸人有这个能耐,想想也只能放在一边,等到之后的消息来了再说。 看来的确是我想的太多了,如果只是蛮贼,以资州的兵力,当能顺利剿命。 自是当然。 王方呵呵又笑着,如今王安时秉证,朝堂上虽有杂音,也干扰不了正事,让他的心情变得很好,也能开开韩刚的玩笑。 玉坤啊,你可没少帮兹州的忙,若不能顺利剿平,想得苏简也没脸再回来见你玉坤的面。 韩刚摇摇头,举杯让着王方。 还是只论杯中酒吧。 酒足饭饱之后,让半档去会超,王方、韩刚一前一后地走出酒楼,早已是浇了二更,街市上华灯璀璨,行人如之。 天穷星辰弥补,冬季大三角,闪闪生辉。 韩刚跟王方一起出门,两人的坐骑已经被拉了过来,王方扶着马鞍仰头望了一眼星空,就站着不动了。 怎么了?韩刚问道。 王方眉头皱得死紧,牙缝里透出声音。 是会星。 十月初的汴京城,夜晚越发的寒冷起来。 寒风呼啸着,让还没有来得及换上冬衣的人们,浑身都冻得如坠冰枯一般。 不过,冯宰相府后花园中的池畔小厅中,火盆中烈焰熊熊,让厅内温暖如春。 还是断烧过的焦炭火旺,比起石炭要强出不止一筹了。 韩宇坤得判军戏间,发明众多,可谓是如鱼得水呀。 说起韩刚,冯晶言笑自若,似是心中已经毫无芥蒂。 当初他不肯接下中书五房简正公事,世人都以为他为难,谁能想到他自有府中锦绣啊。 与冯晶对坐的蔡雀则是孝道,只是为了霹雳炮泄露一事,天子心里可是很有几分不快呀。 保不准那天,撩人手上就有了飞船,皮是军人,人人身着板甲。 韩刚硬是不认罪,天子肯定少不了心头有气。 但现在只是小罪,若是以为认了吴房,日后板甲神臂宫泄露出去,那就是重罪了。 冯晶将温好的酒倒入杯中,所以说,韩刚这次也算是聪明了,宁可触怒君上,也不愿给日后留着后患。 说的也是,蔡雀点头附和,现在不将有罪无罪确定下来,日后就有的苦头吃了。 尽管在西夏的军队中出现的霹雳炮,是韩刚尚在和黄并没有开始宣传格物置之的时候,就已经用在了镇上,应该也是在那个时候泄露出去的。 但韩刚却不能辩解说,他传播格物之理,与军旗泄露仪式无关。 万一日后,西北二卢的军阵中再出现飞船,士兵装备上了板甲,那时又该怎么辩解呢? 这是明明白白的陷阱,韩刚当然没有蠢的跳下去。 而且为了日后着想,韩刚也必须逼天子给个说法,因为格物理论的传播,让敌国学去了霹雳炮,飞船,甚至雪橇车,板甲的制造方法,到底是有罪呢?还是无罪? 冯经拿起酒杯浅尝了一口,不论对错,天子现在都少不了,要靠韩刚掌管军器监,他有耻无孔,自然敢于顶撞天子啊。 不论从任何角度,韩刚肯定是有罪的,但是朝堂上得出的结论,不是看谁对谁错,而是看需要。 天子觉得谁对朝廷更重要,谁就能留下来,过去也不是没有宰相犯了重罪,弹劾他的御史掌握着再充分不过的证据,但天子就是站在宰相一边,而让御史出外。 只是稀稀算来,还是有些得不偿失。 蔡鹊一向看中天子的看法,韩刚的行为实在是愚不可及。 韩刚虽然逼得天子改认其无罪,但终究还是有失胜券的举动。 得失与否,各有心正。 冯精笑道,我们看来冒着失去胜券的危险,是得不偿失,但在韩刚眼中,说不定还是核算的。 他不顾毁育,也要推广气血,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身为宰府,冯精不便出外饮宴,只在家中请人喝酒。 王安石赴相之后,蔡鹊没有刻意与冯精疏远。 作为御史台的主要官员,不与新党为敌,就是善意,太过贴近王安石,反而惹祸上身。 倒是与冯精,那就是亲戚间的往来,并非趋于冯颖。 不过冯精已经做了一年的宰相,蔡鹊在京城中已经脱不下去了。 两次应付场面式的尚书请军,再来一次,多半就会给批准了。 他不是吴冲,能得天子信任,与亲家王安石队长二辅。 冯精的相位一时间无可动摇,蔡鹊自知今年之内,必然要出外认官,要找一个好的差遣,就要靠冯精来帮忙。 九过三旬,两人的话题已从韩刚身上转到了浴室台中。 邓管前日见蔡成喜为浴室,今天应是他入台的日子吧。 得了蔡鹊点头确认,冯精便问道, 池正,你关妻人如何呀? 蔡鹊摇摇头,没有看清他长相,只是看到了临川二字。 冯精笑了一声,也是摇了摇头。 与吕慧卿、苏氏、张赛等人一样,蔡成喜也是佳佑二年的近视, 不过这一点不足为奇,真正惹人注意的是他的籍贯,江西临川。 临川是文学之乡,在江南西路也是以近视迭出而知名。 蔡成喜的父亲蔡元岛甚至中过智科里的茂财义等,智科第三等任官,等同于近视科状元。 难度是可想而知,只是因为触犯绿条而被夺了功名。 但他十几年之后重新出山,又是轻轻松松的与儿子一起考上了近视。 可如今,一旦说起临川人中最为有名的一位是谁,则没有第二个答案, 当然就是当今的首相、新党的核心、主持变法的宰府,王安石。 朝廷支赦御史,就是为了监督百官,所以宰相无权举监御史, 只能由御史台本身和汉林学士来建,但蔡成喜的任命少不了有王介甫的授意。 蔡鹊板着脸,也不避挤冯经同样是现任的宰相。 若御史台也以王介甫马首是瞻,东府就当真成了王介甫的一言堂了。 冯经对蔡鹊的表态很是满意。 只可惜,池正尼已难在御史台中久留了。 蔡鹊没有接口,这就要看冯经怎么打算了。 其实对于冯经的小心思,蔡鹊私底下是不屑于顾的。 天子喜欢开疆拓土的光荣,如果从恶能重夺罗武城,再一次证明了新法的好处,又怎么会让旧党上台秉证呢? 自从新党秉证之后,天下的变化,尤其是军队的变化,天子肯定是都看在眼里。 韩齐、复辟、文燕博一干元老秉证之时,对西夏圣果如何? 如今官军对西贼的圣果又是如何? 在登基后,就穿着金甲给太皇太后看的皇帝,怎么可能会抛弃新法呢? 只要没有动摇到他的地位,天子肯定会将一向向法度坚持下去。 蔡鹊不会依照新党旧党的划分来选边, 他只会站在天子一边,如果天子喜欢旧党,他就会贴着旧党,如果天子要坚持变法,那他就是新法最坚定的支持者。 只要让天子满意,冯荆能为相,他蔡鹊已能为相,仅是要稍待十日罢了。 看了蔡鹊一阵,冯荆重有开口。 崇厄领军北宫罗乌,北人那边需要前史分说,只是这国信史的人选尚未选定。 乌有意见,持正为正史,但持正乃敏人,不知耐不耐得风寒呢。 西夏向大宋称臣,同时也是辽国的臣子,如今傅岩路攻打恒山,赵黎也得向契丹人解释一番,故而要为此派出国信史。 蔡鹊不畏寒,他只怕坐冷板凳,出使辽国虽然辛苦,但只要不辱使命,带来的回报也是丰厚无比。 现在他是殿中世遇史,出外也不应该能得到上等官阙,但等他回来,必然有个更好的未来。 他向冯荆拱了拱手,向之北地风物有边南土,愿往一关,以卫军解忧啊。 冯荆点头笑道,啊,有辞政的话,我就放心了,明日上殿面军,我见辞政你为国信使。 一番小拙之后,冯荆亲自送了蔡鹊出来。 两名仆从手持灯笼在前面引路,冯荆和蔡鹊穿过回廊,走在输影威胁的院落中。 抬头仰望初冬的夜空,蔡鹊的两只脚顿时就定住了。 怎么了?冯荆回神问道,蔡鹊眯着双眼,抬起手,摇摇指着南方的天空。 彗星。 白天下了场雪,只是雪不大,只有两寸而已,而且天气转眼就放晴了。 到了晚间,漫天星子在天幕中闪烁着彩光。 这让从建中很有些失望。 从建中原来是在三班院任职,但在战前被他的叔父请调入赋言录中,不过是以文官的身份。 但只要随军,文官武官都能沾上一份军功。 从家世代将门,第一代的从放,又非进士出身,在文官系统中毫无根基。 为了让没有进士头衔的从建中,能够顺利转官,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官军如今已经进逼至罗武城下,浩浩荡荡的两万大军已经将吴定河谷给填满,只是没能将罗武城给围困起来。 西夏人当道设了一个寨子,与罗武城呈鸡脚之势,城寨之间只隔了百步。 想围城就要将寨子也围起来,想攻寨子则需要同时堵住罗武城的城门。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驻扎在北山的铁窑子,战时一开随时都能赶过来,这让从恶不能放胆攻打罗武城,只能先等着后方的霹雳炮运上来以后再说。 另外他还盼着下雪,谷中一寸雪,山路上就能下半尺后,让西贼援军不能速至,就可以腾出一只手来,安心地用投石车在一城一寨上砸开一条路来。 只可惜,雪太小了。 踏着薄薄的一层雪,脚底下响着咯吱咯吱的声音,从剑中向山坡上走过去,那里站着一个瘦高的身影,是尤诗雄。 尤诗雄是傅延录金略安抚司的记忆文字,现如今正在从恶的墓中,当年他领军在宾州城外埋伏了叛乱的广瑞军,保住了宾州。 依靠这份战功,几年下来也是走上了晋升的快速通道。 锦书兄可是在夜观天象啊。 从剑中走过去,开玩笑地提声问着,不知明日阴晴如何? 阴晴难测,不过吉凶或可知啊。 尤诗雄断了一顿,再看彗星。 彗星。 从剑中心头一惊,抬眼顺着尤诗雄的视线方向望过去,立刻在南方七秀的真秀星区中,果然发现了一道拖着肠尾的星光。 彗星。 彗主兵灾,出天车犯淫货,长沙不险,双霞无光。 不知天文,不知地理,不可违降。 从剑中的声音沉了下去,此乃冰丧之兆,难道是南方有变? 刚才您听到的是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第389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载之天下》第390集。 手、厉之天下 Tuesday。